新白市政府努力推動這段 連續兩年在到全國館市這段比賽第一名 今年也因為夏天用電高峰 透過四種方式 帶動三亞跟民眾全民黨起來 立場來檢查夏天的用電 全世界暖化跟另外一地 是今後下市中亞科的 新白市在這段推動上都很用心 所以連續兩年在到全國館市這段比賽第一名 夏天的時候冷氣更是很重要的一點 那我們怎麼樣控制溫度 讓所有的不管是大賣場 百貨公司 商家 各個民眾的地方 到各家各戶 大家都能夠一起來的話 這樣才能夠達到真正的省電的目標 所以今年又是一個大挑戰 那新北市已經連續兩年的總冠軍 那我們今年要大家一起來 400萬的市民 所有的店家 所有的商家 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來 我們共同加油 共同努力 民主就要跟夏天用電高峰期 新北市政府都在鄉英中央 枯航這段的政策 希望透過四種方式 帶動三亞跟民眾可以全民黨起來 今天我們在節能省和這一塊有沒有 沿東百貨這邊是在一個好林基之下有沒有 更應該前進進步 零碩裡面的一個所謂的空調耗農裡面的 空調是占了40% 我們的停車場全部改為LED 那預計大概可以節省了將近50%的一個耗電量 包括火鍵茶盒 督導管理 和節能照明 以及全民族團新電燈燈燈四種方式 帶電來減少用電 累積新電量上官的團隊 還有機會得到20萬塊的禮貫 接著本間開林健如 先發起床報道 可不可以 谢谢观看